今天和大家说个新名词BDI 官方的讲就是波罗地海干散货指数的缩写 主要的是航运业的经济指标 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呢 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 从今年2月份以来 BDI从420涨到了1400 整整涨了三倍多 深入了解下这来头还真不小 这个BDI是波罗地海交易所发布的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发布海运信息的机构 他们的会员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 600多家公司 基本的就是航运体系的扛霸子存在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的晴雨表 这个BDI指数的上升呢 说明全球整体经济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国际间的贸易比较活着 这对于航运板块以及衍生品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第一个收益的肯定是以集装箱和航运公司为主 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全球运输需求的大量增加 7月份以来出口量暴涨100% 导致空集装箱的供给呢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一箱难求的行情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那么第二点呢 国外移情的加剧 使得集装箱周转速度大幅降低 导致集装箱短缺限限呢 有可能持续到2021年 第三个呢 集装箱价格已经上涨了40% 全球订单更是排到了明年后年 在未来两三年内航运行情将持续旺盛 第四个估值优势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航运个股的市盈率 很多个股还在各位数 这个估值无论是从价值还是从短线投机都有空间 今天盘面航运板块呢已经开始移动了 航运集装箱概念呢已经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需求决定市场有预期差就会有炒作空间 我们团队周末整理出一份航运研究报告 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三个一领取 关注投资可以很简单 我们下期见